這多少個十 百 千 萬 十萬 百萬 千 OMG 你突然跑出來嚇死人啊 哇操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經話 我是老頭歐子們 今天的這一集呢 我們一樣 只要召喚我們的這個 工作台裡面的召喚物 但是呢 在召喚物召喚這些召喚物之前呢 老頭在這個工作坊裡面 找到一個超級酷的模組 各位看到這個這個影片的封面 大概也知道了吧 就是世界之蛇 他這個世界之蛇呢 跟戰神的世界之蛇 大概是天差地北啊 差很多啊 但是呢 我覺得 有這個星可以做成世界之蛇 真的還蠻不錯的 但是呢 其實說真的啦 這個世界之蛇 其實充其量 不過就是方舟異變 把他那個刺激 變成巨大化而已 那但是巨大化呢 也並沒有 像戰神裡面世界之蛇的這麼大隻 戰神裡面的世界之蛇 是可以直接圍繞圍繞著整個那個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名字的那個城啊 我忘記了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那個北歐神話很多名字真的很難記 什麼阿斯特啊 什麼阿斯特拉林啊 隨便亂講的 我也不知道 這隻世界之蛇呢 他其實是可以在地圖裡面隨機產生的 不管是在哪張地圖 應該都是可以啦 我是看作者上面是有這樣說啦 如果我看錯的話 糾正一下 那這個世界之蛇找完了之後呢 我們再去玩我們的召喚物 好不好 那我廢話不多說 我們開始吧 Let's go 其實阿 要找到世界之蛇其實並不難啦 我們要找到他 我們就只要把我們血條打開 血條打開之後 我們再去看 有沒有標記跑出來 或者是說有沒有看到那三根爪子 好那三根爪子呢 基本上就是 倒立的那三根爪子那個 那個就是阿 我看到了 哇那個血 這多少個十 百 千 萬 十萬 百萬 千 OMG 你突然跑出來嚇死人阿 哇操 哇 哇操 怎麼那麼大隻阿 哇靠世界之蛇 欸我跟你講 你看刺激已經很恐怖了 你知道嗎 刺激已經很恐怖了 那個體型 當初我在玩方舟易變低級 第一次遇到就嚇死人了 你還坐這麼大隻 你是要弄死我是不是 啊 哈嚕 我不要吃我 不要吃我 拜託不要吃我 我怕死啊 我又鑽進去了 這個到底要怎麼抓啊 其實這世界之蛇是可以抓的 你們知道嗎 呃 可是以一般常規來講 刺激 他們的抓法是丟一顆 丟一顆生 那個叫什麼 獸金的龍蛋 然後讓他們沿路續觸碰到 他們有咬到 才會加訓服質 你不要跟我講說這個世界之蛇是要這樣搞喔 民國八千年搞不定我跟你講 算了我只好親自下來了 我們先來硬A看看看他會不會暈好不好 這是個重點 好不好 這傢伙會不會暈啊 那野生可以抓 等一下個十百千萬十萬百萬千萬兩千兩百九十六萬八千 這到底能不能抓 這到底能不能抓啊 這到底能不能抓啊 他上面右下角那個食物是什麼 好像是沒有的意思 啊這個不能抓不能抓啦 啊能不能抓講清楚啊 算了不管了 反正我們死掉還有辦法復活嗎 這不是重點 我們試試看就知道了 啊應該是不能抓吧 這要開箱射動 沒反應 幹我覺得我死定了 等一下 別別別 我只是來來看看您今天過的安好佛 啊你這個東西不必要的過來幹什麼啦 走開 走開 幹什麼東西 好你們這些小蟲子我就是沒在怕的 你們看我大七小就是這樣子啊 啊自不量力 好了不要要我拜託 求你了 喔 喔你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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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怎麼不攻擊我 他怎麼不攻擊我 喔他怎麼不攻擊我 喔他怎麼不攻擊我 他沒有咬到我欸 喔他是因為我太靠近的卡住了是不是 NICE OH YEAH BOY 喔我居然無傷欸 他是想要咬我 但是他跑去咬其他隻是不是 我居然沒事欸 我還以為我會被他秒殺欸 OMG 所以說 抓這一隻 欸他可以暈 然後 抓這一隻的方法是 貼近貼身 不要讓他去咬到我 是不是 有沒有這麼lucky啊 啊 這要怎麼抓 他上面沒有寫是訓服指咧 我看一下 對啊 阿沒有選是訓服指 阿沒辦法抓啊 我看一下 欸真的欸 阿可他寫野生 阿不管我們看一下吃一下什麼好了 生肉 大腿肉 沒有在扣 沒有在理的 欸不對不對 這個是模組的 這是模組的 一般生肉吃不吃 欸有欸 他吃一般生肉欸 欸 那大腿肉吃不吃 我這邊有沒有大腿肉 欸有欸 欸有欸 喔喔喔 抓起來了 喔喔 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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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起來了 我的天啊 把他拉起來 喔喔起來了 哇超大隻的啊 天啊 OMG 哇真沒想到這隻是我的寵物 啊 你看 都下雨了 襲擊而起 啊 get到這一隻 世界之蛇 哇 他的右鍵是火聲欸 火叫聲 可是怎麼感覺不是戰神世界之蛇 那個世界之蛇的聲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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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實在是太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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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樣子 啊 簡直就是刺息來著的 啊 我在天空上面飄 啊 這個模組呢 大到我只能坐在這個上面了 空中飄有沒有 再叫一次 啊 啊 啊 恭喜 我咬一下三十四萬 有點猛啊 啊 我怎麼不能轉換 我可以 這轉換比較慢而已 C鍵 C鍵沒功能 X鍵沒功能 空白鍵 盾地 喔 我可以盾地移動啊 我跟著 我可以跟著盾地移動啊 啊 你看到這邊有沒有 喔 富杰龍 我跳出來 欸 跳出來他們沒死啊 喔 這攻擊範圍有點猛喔 連側面都有 鑽地正在冷卻中 空白鍵是鑽地 沒有錯 哇 在這之前呢 我想要給他吃 等一下喔 我要給他吃一下 傳送門的那個 按鈕 應該是可以吃吧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子一來的話呢 他就可以傳送了 太棒了 頓地 喔 我們自己是可以搞突襲 有沒有 登登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 end Iowa 咬死了 不用咬到掛掉了 哇 超大條的 阿 把你們 把這個帶回去 給你們當寵物 你們覺得好不好 你們要不要 喔 我還可以頓地 我可以斷地穿過這個牆嗎 不行 有點可惜 阿 可以穿過去 又可以搞突襲了 有沒有 超級搞突襲 我可以鑽哪裡阿 喔喔 撞到誰了 喔 這移動還會有碰撞傷害喔 還有碰撞傷害喔 喔喔 我快溺死了 哈哈哈哈 都忘記我們的主人要呼吸了 對不起主人 而且我有點LAG 說真的 這個大到有點LAG 怎麼辦 他沒有 他沒有居所欸 阿 我知道了 我把他放在我們這個 牆壁的後方好了 喔 我要下水了 欸 喔 我直接碰到水 我會直接陷出原型 好喔 好喔 我哪時候要爬上來 我是不是要溺死了 沒有 好 就在這個地方 鑽地吧 我的 我的小可愛 好 鑽地 鑽地 阿 怎麼不鑽地呢 蛇哥哥 你為什麼不鑽地呢 蛇哥哥 我有點LAG阿 蛇哥 太扯了 這是大隻的 嚇死人了 欸你們家如果在隔壁有這麼大一隻的蛇 你會不會氣泄而亡 阿 不是氣泄而亡 阿 不是氣泄而亡 氣電腦而不顧 會不會 阿 我們先去給他放在這裡吧 然後幫他們設定 被動好了 不要讓他主動攻擊 阿 要說我家裡隔壁有這個 我也不管電腦了 先保命再說 還是說你們會死守著電腦呢 阿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命會比較好啦 阿 電腦再賺再買就有了 阿 命只有一條 這不是線上遊戲 也不是單機遊戲 好不好 你命沒了 什麼都沒了 阿 還是實際一點比較好 各位 我們接下來把剩下的 這幾個我們把這三個神器召喚一遍看看好了 好不好 我們把這神器召喚一遍好了 我們就不浪費太多的時間 我們趕快把這些事情做一做 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我也蠻好奇的 阿 哥也蠻好奇的 這三隻到底是什麼東西阿 阿 會不會主動攻擊我就不知道了 欸 結果還蠻順利的嘛 我還以為世界之蛇不能抓 然後抓了也不知道該怎麼餵 還蠻順利的 那個大腿肉自己給他磕下去了 哇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好了 這個 這個神器的 哇 這個是 這個也太帥了吧 這是哪 哪個 哈哈哈哈 我比較想說這個是哪 哪裏來的 生物阿 這個到底是要怎麼去形容他 地獄來的甲蟲王者嗎 OMG 他這些模組做的真的是 布利亞超級帥耶 帥爆 哇 個公里速度有 哦 他是有點類似像紙槍的那種感覺 對 蓄力 哇 有沒有 要打太極神威掌之類的 等一下 我們這附近又世界之蛇出沒了 不是吧 右鍵 哦 蓋亞能量炮 OMG 這個可以往上丟嗎 我們往上丟看看好了 蓋亞能量炮 他只能打地板 動作太慢了啦 動作有點慢 動作有點慢 不太U 他在這邊寫說世界之蛇又出沒 是我們家的還是野生的 你不要在那邊亂出沒 我們這個牆壁又被打爆啊 C鍵是什麼 C鍵沒功能 空白鍵不能跳 他左鍵跟右鍵各兩招而已 就這樣子 有點小可惜耶 但是傷害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耐力扣的還蠻快的 這傢伙不知道是吃什麼來著 他大腿肉也沒扣 他的肉也沒扣 啊 會不會是吃Mana 送你Mana好了 好 你不吃啊 算了 好 移動速度加的有點少 哇 這怎樣 被虐爆了 送你們 大爆射 這個酷喔 這個酷喔 而且他放完之後 他這個僵子時間好長喔 拿來耍帥用的啦 等你耍帥 放完之後有沒有 耍帥一波 你的血應該差不多見底了 阿這阿龜是想要咬我是不是 我勸你還是 不要著惹我們家這個地獄的假蟲王者 好不好 OK 我們現在來看第二隻 來了這是什麼 布石鳥 布石鳥 哎呀這真的被烤的有點噁爛耶 他這個 燒焦的這個皮膚都做出來了 我在上面會不會會不會燒傷啊不會 有點負重了 原來這是布石鳥 然後我們點一下負重啊 要每次都要等待一下 我們沒有經驗瓶藥水啊 哦勉勉強強動個一下下 嗯 飛得有點慢 來點魔法蛋吧 把這隻 前面那隻水龍獸咬死 快點我要經驗值 有經驗值了 可以點負重了 哈哈 每次都要這樣子搞 有了有了有了 哇塞 有什麼特效呢 C劍 C劍是 C劍是兔這個啊 我都被這個火焰擋住了啊 都看不太清楚啊 我們可以用自身自然的身體去碰撞敵人 讓別人造成傷害啊 沒體力的 這隻身超爛的 來哦 羞哦羞哦 要不要熱情你和我啊 哇誰咬我 哇跑來自殺啊 真的是 無恥一龍 我對你的愛就像我現在身上著了火 熊熊的愛 你願意接受我嗎 看他不是很想接受我啊 我失戀了 好吧 右鍵感覺好像是抓東西的樣子啊 這個是用什麼 用什麼模組的處形做出來的啊 其實我看不太清楚 好不過我只知道我 我不是 世界之神又出來了 到底是要幾隻啊 不管了 不過我不是很喜歡他這個模組的 造型就是了 又跑走了 原來是因為這個火焰讓我覺得很 煩躁 太煩躁了 我不太喜歡 你要把你火焰顆粒做小一點 你擋整個遊戲畫面是要玩什麼 是吧 就直接 把那裡當 當成那個 吉祥物跟共品就好了 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來看最後一隻喔 來 這一隻 喔 體型有點大 我終於知道你要怎麼抓了 好嗎 一模一樣 哈哈哈哈 耶 你有兄弟了 冰川高倫 冰川高倫 你有兄弟了 是不是 欸可是招式不一樣欸 欸這個這個的高倫 跟我那個高倫招式不同欸 我要跑去跑去幫忙了 嗚 嗚 死狗以內 丟石頭那招不出已經沒了 丟出丟出石頭那招已經不見了 剩下就是這些很簡單的 喔還是有啦 我忘記了 可以時間才是丟出石頭啊 根本就一模一樣啊 哇我們有兄弟了 我們的高倫大哥有兄弟了 要高興了一下 不要弄我喔 個理說不要弄我聽到了沒有 啊 大七小 是吧 我們現在這個 原來這一隻是這樣子來的啊 可是他這個在野外也有代表說其他兩隻 啊也是啦 這一隻其實在這個火山島就遇得到了 但是前面這一隻呢 我是從來都沒遇到過啦 好這隻目前我在這個地圖裡面刷不太出來 好這兩隻是在野外地圖有看到的 所以說這樣子 呃 證明了齁 其實這一隻也是在野外地圖應該也是遇得到了 只是怎麼抓就不曉得了 好吧我們就把這些都稍微玩完一遍了齁 那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玩這些召喚物喔 我們還有其他召喚物沒有玩 我們就知道時候再玩看看吧 好吧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微片的左下角訂閱右下角 喜歡的話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放舟生存進化再見面啦 拜拜